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梦变换莫测 梦到追赶 梦到飞翔 梅梦和噩梦跟现实生活有没有关系 梦是不是空向神秘未知世界的桥梁 敬请收看城市系列节目梦的解析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我们的城市 我是老梁 昨天节目当中啊 我们给大家解析了心理学意义上的几种梦到底是什么样意义 那么今天我们解梦的主人公啊 是两个山西人 一位呢 是山西太原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 也是山西中医学院的教授 他的名字叫冯明 另一位呢 是他的夫人妇产科的大夫张文宏 这两口子啊 有一项特殊的能力 叫做梦诊 就是通过中医来解梦 他们两口呢 还和写了一本书 叫《百病七梦疗法》 冯教授夫妻二人都在中医院工作 妻子张文宏目前在妇产科 冯明夫妻二人在看病的时候 病人的梦也是一项询问内容 因为梦也能够提供信息 帮助医生做出判断 张文宏在接待一个不孕症患者的时候 听到了这样一个梦 他就老重复做一个梦 就是开车的时候 出车祸了 就撞击到这个下腹部了 那下腹部就开始疼 然后以后再就是梦点 走路的时候撞了别人 自行车撞了他这个腹部了 然后就开始这个地方 地方开始疼 被自行车撞到肚子的梦意味着什么呢 那么后来我给他检查的时候 因为做不孕症的一个检查 最基本的一个检查 肯定是要做一个数量管检查 哎 就是不同 后来我联想了他这个梦 梦确实在提示着他这样的一个作用 在冯明夫妻俩和写的这本《百病七梦疗法》当中啊 提到了这么一个案例 他说的是1924年 阴历5月24 大夜 安徽五湖大街上啊 漆黑一片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路灯 那月亮啊 量也不大 突然间在这个黑漆漆的大街上 出现了一个人影 哎 这个人可特别 一丝不挂 赤身裸体 目光呆滞 举止僵硬 而且还挑着一袋水 就这么的这人就跟僵尸似的直挺挺的 来到了一家百货公司的门前 这个人来到百货公司门前 撬开大门进入大厅 把挑的水哗啦啦全倒在地上 然后挑起扁单出门上街 来到江边继续挑水 当然睡了以后 然后就去睡觉了 天天如此 这个奇怪的人呐 就这么一趟趟的 从江边挑了水 到百货公司 哇 倒到地上 一挑 挑到凌晨四点多钟 功夫不不苦心人 百货公司的地面 这积水都有一寸多了 那么这会儿呢 进入了黎明时分 这天呐 已经蒙蒙亮了 这小伙子还继续来来回回这么挑水 结果那时候巡警开始出来溜达了 就看见了 咦 这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怎么吃着裸体呢 这多有伤风化啊 马上过去 你赶紧 干嘛的 回去穿衣服去 这小伙子目光呆滞 不理不睬 还接着往前走 挑着水 这下巡警可急了 我灌着你 上去一通拳打脚踢 把这小伙子打倒在地 再看这小伙子 如梦方形 呲 从地上窜起来 一溜烟的 跑到百货公司里边去了 警察追到百货公司 告诉老板 这是个疯子 要他们把小伙子赶紧送到医院 就像这么老百姓说的 像丢了活儿似的 非常茫然 惊慌失措的样子 原来啊 这小伙子就是这家百货公司厨房的亲家公 姓李 当时他二十六岁 我活的现在呢 也这一百一十多岁了 他每天晚上睡觉睡到半夜 然后起来 也不穿衣服 就到江边挑水 因为那会儿没有自来水嘛 挑回来就倒到百货公司地上 这老板一看 这也不是个办法啊 群警把这人给弄到这里了 就这么着 带着这个姓李的小伙子 找杨大夫去了 杨大夫一断 说这个不难 这点心的梦游嘛 梦游症 就给他开了点药 什么药呢 这是神经衰弱 蝎子底里的一些真经药 可吃了这些药呢 一点不见效 没招了 最后只能啊 找中医 幸运的是 祖籍江苏的名医 王卫川 当时正在无辜行医 他很快给萧李 做出了诊断 这种人一般都是 中医认为是血须 干瑜的比较多 因为中医讲是 新竹血藏神 干 藏血 竹破 当着血少的时候啊 这个魂魄神魂啊 没有不能内索 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非常巧 这王卫川呢 和得病的这个姓李的小伙子 同岁 也是26岁 后来啊 这王卫川解放以后呢 呃 成了四川名医 还当成了成都中医院的教授 这都是后话 当年呢 他给这个小伙子 下的诊断是什么呢 说你呀 阴血亏损 干活太旺 导致神魂失手 引发梦有症 就给他开了一些天麻呀 沟腾啊 这样养血安神的药 十二副药下去 这小李啊 居然痊愈 冯明与张文宏的梦诊 结合了西方经理学和传统的皇帝内经 关于梦的理论 皇帝内经 灵书吟邪发梦中提到 干气盛 则梦怒 废气盛 则梦恐惧 哭泣 心气盛 则梦 善效 同位 等等 那么 普通人经常会做哪些跟健康有关的梦呢 轻轻细细的来了 穿那个白大褂的 就是走到成年 说这个 这宿舍就 就塌了 就拿出的 跟头样 都 身体注射 然后回身都燥热 就特别热 热得实在有趣 一嗓呼就喊出来了 整个楼都还醒了 就梦牙掉了 梦地牙就掉了 梦到发大水 是什么意思 梦到爬山 又意味着什么 梦掀起百怪 梦变幻莫测 梦到追赶 梦到飞翔 没梦和噩梦 跟现实生活有没有关系 梦是不是空向神秘未知世界的桥梁 请继续收看城市系列节目 梦的解析 中医对梦的解读 有一套非常系统的理论 徐文斌 中医世家出身 知名中医文化学者 他在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 五到五监察的节目中 对梦和疾病的关系 做了系统的介绍 在此 我们也简单回顾总结一下 心熟火 在梦境中出现大火或者红色 这都与心脏的健康有联系 甘气虚被砍 梦然不是树 被人砍一样 那叫金刻木 还有呢 就是说 心气虚的人 表现出来 他梦的是灰 灰巴拉巴拉灰 然后有点小火星 梦境中 梦到什么和皮有关系呢 土地的颜色 就是我们中医学诞生在我们中原地区 就是黄天厚土 所以是黄色 所以很多人如果梦境中出现了反复的思虑 梦见黄色 梦见土 梦见盖房子 梦见拆房子 这些都跟脾胃消化吸收有关 费属金 有人做梦 看拿刀子 斧子 剪子等等金属 这就关系到五脏里面的费了 这种人做梦老是 不是跟亲人分手了 就是跟自己心爱的物件分手了 要么就看那些断裂开裂 或者也有梦到一些这种侃侃杀杀的这种梦境 然后呢 有的人就在梦里面就哭泣了 那做什么梦 与人体的肾当中联系呢 地球上之所以有生命是什么 地气上升为云 天气下降为雨 它有个循环交流 所以这种天上掉下来的水 是最代表有肾的疾病的一种真相的一种梦 我以梦的密码 其实梦与进汤的关系 没有被释放 所以才在梦里面在反复再说 请继续收看梦的景气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人呢 就发现了梦和疾病之间的这种关系 在这里呢 咱们得给大伙说一个帝王离奇死亡的故事 那是在2500多年前 晋国的国君啊 晋景宫 就做了个奇怪的梦 这晋景宫是谁呢 咱们知道有一个出名的戏剧叫 赵氏孤儿 这晋景宫就是赵氏孤儿里那个 晋国的国君 他做这个噩梦啊 在左传里边有个记彩 咱们写的呢 叫晋猴梦大力 批发极地 什么意思 就是晋景宫啊 梦到一个鬼怪 一个大怪物 头发长的都拖到了地上 这大怪物呢 对着这晋景宫啊 大声吼叫 说你呀 把我这子孙后代你都给杀没了 我呀 上天我告状 让老天爷呀 收拾你 晋景宫 在梦里撒腿就跑 但是这个大怪物 一破门窗 一直追他 追到卧室 这个时候他就醒了 醒了以后 他就非常害怕 黄凤湘 健康心理学博士 他将黄帝内经的 梦真梦真理论 与现代世梦心理学 相结合 开创了独特的心理减压 和情绪管理方法 对于历史记载的晋景宫的这个噩梦 王凤湘做了深入的研究 然后就遭一个商田屋 就是一个屋师 我这个梦究竟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 这个商田屋就说 你吃不到新麦子了 意思就是说 在新麦子下来之前 你就死掉了 听到屋师这个说法 大臣图万古 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奸臣 当场斥责屋师 妖言获重 并且威胁说 如果国军迟到了来年的新麦子 马上把他处死 随后把武士赶出地外 说到这儿呢 咱们得先说说 晋景宫为什么做了这么一个梦 那是因为啊 他被这奸臣图案古 给护了 把那个忠臣赵氏家族啊 三百多魁都给杀了 几乎是灭门 为什么说几乎呢 后来跑出一个 就是戏里边的赵氏孤儿 那么这个事发生之后呢 晋景宫后悔了 他也知道这事做的不对 你想啊 这心里边不有愧吗 疑心是暗鬼 就走坐呀 这样的怪兵 那么把那巫师啊 给撵走了之后呢 晋景宫这病啊 是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没办法呢 本国的大夫治不好 就请秦国的名医叫缓 那会儿这人呢 没姓 就一个名 这名医的名字就叫缓 在这个名医 来到之前 晋景宫啊 又做了一个梦 他又做了那样一个梦 就是梦到两个 两宿子 就是两个小孩 梦到他两个小孩在对话 一个小孩说 缓的医术特别高超 如果他来了以后 我们肯定就活不了了 另一个小孩就说 我们藏到高之下 荒之上吧 他就找不到我们了 高之下 荒之上 高荒啊 是哪儿呢 是人心脏上面啊 一个小小的脂肪块 我认为这个地方 都是脂肪 所以说呢 里边的没血管 也没有神经 那么像传统的中医里 这些疗法啊 像什么针灸啊 你没血管没神经 他就没法治 所以说这个地方 高荒这地方 是药力根本达不到的地方 咱们平常说 病入高荒 病入高荒 这成语啊 就是从这来的 比喻啊 没救 金锦公主的 这个梦非常奇怪 您一缓 到了之后 证实证实了 他的梦境 一缓就说 你已经病入高荒了 我已经 没办法治疗了 那梦中的两个小人 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是 我们看着是 外在的两个小人 在说话 其实他内在的心里 在对话 他的内心在对话 一方面认为 说哎呀 医环来了 我就得救了 但是另一方面 他又自认为 我的这个病 医环怎么能够治疗呢 其实是我个人 最清楚的 哎呀 已经没法治疗了 转眼到了第二年 新麦子下来的季节 病情越来越重的 进井工 想吃一口新麦子 就让地方官献上 忽然他想起了 当初那个巫师说的话 立刻找巫师入宫 指着卖粥 对他说 你说寡人 吃不到新麦 你看这不是新麦吗 隔岭左右 退出斩首 巫师被杀之后 进井工忽然觉得 步步膨胀要大变 急急其身上侧 陡然一阵心痛 站立不住 滴入分池中 淹死了 进井工 离去死亡 他做这两个梦 在左传和史记当中 都有详细的记载 所以说这两梦的名气 比不上黄涛一梦 但是因为他的梦 催生出了一个成语 冰入膏肓 也使这进井工出了大名 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 进井工做这梦和他这病 应该说是在精神负担过重情况下 得的心脑血管疾病 而这种病又反过来 影响到了他做梦 梦与健康有怎样的关系 梦对身体有着怎样的提示 梦对你的身体发出什么信号 我们能否破译梦的密码 请继续收看梦的解析 说完古人的故事 我们回到现代 继续翻讨现代人的梦境 城市记者采访发现 蛇经常出现在很多人的梦中 蛇在很多人的眼里 往往与恐惧恶心 甚至邪恶联系在一起 那么蛇与我们的身体健康 有没有关系呢 公司白领刘强 老是做一个挺吓人的梦 他梦间自己背上趴了一条蛇 那条蛇是黑色的 有猪筒那么粗 蛇老老实实的趴着 没有做出任何攻击举动 就觉得特别难受 想要把这条蛇抖了下去 又抖了不下去 觉得这条蛇是僵硬的 这条大黑蛇 反复出现在刘强的梦里 他一踏到刘强脊梁上的时候 刘强都会感到一股寒凉 好几次 刘强都伸胳膊扭腰 想把这条蛇弄下去 可就是弄不下去 后来刘强又拿棍子 咬那条蛇 可是蛇闻死不动 梦中的蛇冰凉冰凉的 又感觉黏乎乎的 每次那条蛇在梦中 都蠕动着爬上刘强的后背 刘强心里觉得挺害怕 好几次都会从梦中惊醒 醒来会像真的一样 这样的梦 刘强做了两年多 梦中的那条蛇重量越来越沉 刘强后背的感觉也越来越冰 刘强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找到心理医生求助 对梦里出现蛇的解析啊 有三十多种 就说这个蛇呀 可以象征着好多的东西 你不要说有人说蛇呀 象征着性 还有说蛇象征着权力 还有人说呢 这蛇象征着你可能碰到的一种危险 或者说啊 一个阴险可怕的人物 但是这个呢 你要根据具体情况才能确定 那么对于刘强来说 梦里出现的蛇意味着什么呢 心理医生与刘强的交谈中 所有的可能性都排除了 心理医生也有些迷惑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忽然一个细节 引起了医生注意 刘强坐的时间久了 总会微微向后仰头 这明显是颈椎和腰椎出现了问题 那这个梦呢 实际上它 从具体的层面 它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蛇 它是脊椎动物的始祖 脊椎动物 那么 这条蛇实际上象征着它的脊椎 这个蛇还有一个象征 就是它象征着连续性 有个什么呢 蛇是一个很长的动物 你看 一节一节构成的 所以呢 它这种连续性的象征啊 在对应到我们身体的时候 一节一节的象征 就像我们的脊椎 那么它这条脊椎呢 它是什么呢 有寒气 所以是冰凉的 僵硬的 僵硬是活动不灵活 所以这个实际上 就是在提醒它 梦在提醒它 你的脊椎有问题 需要去处理它 刘强后来到医院做了检查 果然发现了 它的颈椎和腰椎都有问题 那么经过系统治疗 并且加强了夜间保暖之后啊 刘强再也没做过 和所有关的梦 其实这个梦和疾病之间的关系啊 不光在中国人研究 西方人也研究 英国有个精神病科的医生 名字叫罗伊斯 他就收集了四百个梦 这四百个梦里 他发现了 有三百个梦和疾病有关 你比方说有这么个案例 这人呢总做梦 梦见呢 自己啊 被一个黑豹追赶 最后这黑豹啊 追上它 这爪子啊 就探到他肩膀上 就把他给抓伤了 他总做这个梦 三个月之后呢 到医院一查 他患上了恶性皮肤癌 而且患病的梦呗 就是梦里啊 梦到黑豹抓伤的地方 就在肩膀上 还有一个病例 有一个中原女子 他一做梦啊 就梦得吧 有两只手 慢慢的伸向他的咽喉 来掐他 感觉很疼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 发现得了假装腺癌 梦到发大水 是什么意思 梦到爬山 又意味着什么 梦千奇百怪 梦变幻莫测 梦到追赶 梦到飞翔 梦到飞翔 梦梦和噩梦 跟现实生活有没有关系 梦是不是空向神秘未知世界的桥梁 请继续收看城市系列节目 梦的解析 咱们刚才说到这几个梦啊 都和身体健康有关系 在梦里边 你能找到跟身体发生联系的蛛丝马迹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做的梦啊 非常隐晦 你可能怎么也想不到 说这个跟我自己 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咱们下边 再看两个梦 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 没有一次风 也没有一点声音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子 独自行走在无边无际的旷野 脚下看不到路 她身一脚前一脚 每个脚印里面都是深深的泥浆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反正身上就特别特别的冷 然后非常非常的紧张 特别特别的害怕 突然 前方出现了一个歪歪歇歇的银子 银子下方是一口浮井 当张华感到奇怪的是 她堵塞女儿居然坐在井口 她赶紧跑了过去 我当时特别特别的高兴 心里又紧张又心疼 我看到我的女儿满身都是雨水 然后井边的石头又是那么的冰凉 张华把女儿紧紧的抱在怀里 还撇了一眼不紧 身不见乎 突然张华抓住女儿的肩膀 把女儿头上下 一把堆进了井里 她在梦里的时候 还趴在那个井里边看 看了女儿在井里挣扎 她倒是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 自己亲手把女儿推到井里 张华无论如何 也接受不了这样的梦境 可问题是 这样的梦张华连续做了一周 几乎每天都是同样的内容 每次梦醒之后 张华都是痛彻心扉 甚至担心 自己哪一天会真的伤害女儿 特别的伤心 特别难受 又特别后悔 而且呢 在梦里边 她推完以后 她就趴到井里 井边上看 然后就特别特别伤心 特别难受 特别后悔 情绪非常强烈 王凤湘对张华的梦境 也觉得非常吃惊 因为伤害亲人的梦境 十分罕见 那么张华为什么 要做这样的梦呢 她有女儿 这样一个形象 其实在梦里是一个异象 代表什么呢 代表她自己的那种生命力 王凤湘了解到 张华是公司的财务总监 年纪二十多万人 平时工作非常劳累 经常假扮熬夜 由于工作过度紧张 她刚过四十岁 更年期竟然提前到来 甚至伴随着绝今 王凤湘分析 张华这个梦 代表了她对更年期的恐惧 因为她的女儿 就是那个鲜活的那种生命力嘛 那么这个生命力被她自己推到井里淹死了 那么梦中的井又象征了什么呢 为什么女人会梦到井呢 因为这个井的这样一个通道和女性的这样一个生殖器官的一个通道是非常像的 那么这个女性呢 她把女儿当成自己生命力的一个象征 我用我的双手把我的生命力推到井里淹死了 按照常理 女人应该到五十岁以后 以后凑才绝今 但是现在很多女性 女性因为生活太紧张 有的四十出头 甚至三十出头 就已经绝今 对于张华来说 绝今意味着跟自己青春活力的彻底告别 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我的生理兜器已经紊乱了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呢 是我自己毁了我自己的身体 我不知道爱惜我自己的身体 所以呢 这种葬送这个生命力是我亲手做到的 那这就已勾起来了她的强烈的一种情绪 就是后悔 就是恐惧 自责 张华做这个梦啊 应该说是更年期提前 对她的警示 你看四岁上下的女性啊 上有老 下有小 工作上呢 也是正是吃力较劲的时候 如果调整不好啊 非常容易 更年期就提前 哎 我们下边提到这个梦啊 非常奇怪 这人的叫赵丽 女的 今天三十八岁 那么她已经辞职了 回家做了全职太太 可以说衣食不愁 生活是悠哉悠哉 可能自打 她辞职开始 有一个梦啊 就开始不停的折腾 赵丽奇在梦中 总在爬楼梯 窄窄的楼道里 幽暗深邃 周围静悄悄的 没有一个人 楼梯一劫一劫 似乎没有尽头 她一步一步的向上攀登 不知何时 能够停下来 爬的自己挺累的 就像走不到尽头似的 这个爬楼梯的梦 赵丽做了两年多 那次梦醒之后 就有一种非常疲惫的感觉 甚至口干舌燥 那么这个梦 是不是预示着 自己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赵丽到医院检查了几次 都没有发现问题 最终她找到了心理医生 她这个人呢 好像看起来呢 是事业上是不争的 就是我 我坐到这 我就 做成这样就算了 赵燕成 硕士 北京林业大学 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心理医生 首先判断 这是一个典型的焦虑梦 可是 赵丽表面看起来 不太想爱焦虑的人呢 看起来是一个随意而安的人 一个全职太太 一个太太 能有什么事 让她焦虑了两年呢 这心理医生啊 经过细致的盘问 才把这脉络弄清楚 原来啊 1994年 这个赵丽呢 以全省文科状元的优移成绩啊 考进了北大经济学院 毕业之后呢 开了个广告公司 挣了不少钱 她丈夫呢 婚得不如她 一直在政府机关呢 默默无闻的 做一个小公务员 那么后来结婚生子以后呢 这赵丽就考虑了 她很注意自己丈夫的感受 她觉得啊 这扶唱扶嘴啊 家庭才能和谐 所以就男主外女主呢 这家才稳定 走了 我呀 甭开什么公司了 我呀 回家 做全职太太 但是实际上 她心里头压抑了 她那种 对事业的这种憧憬 赵燕成说 梦是潜意识的语言 她有一个压抑的向往 就是希望事业上更成功 能够走得更高一些 没有被释放 所以才在梦里头 在反复在说 我还是有这个渴望 梦一旦被解开 神秘的面纱 马上就没有了 而赵丽潜意识里的想法 被心理医生发现之后 赵丽自己 也就能够直接面对 她思前想后 还是决定 继续待在家里 不过 爬楼梯的梦 再也没有做过了 美国临床心理学博士 加普尔德 他对人类的梦境 做了系统研究 他得出一个结论 所以你别看这个地球上 地球上总共有六十亿人 但其实做的梦就十二种 最常见的是追击 就是被别人追 被什么动物追 那么往下 意思是迷路了 从高空掉下来了 还有受伤什么的 总共就这十二种梦境 当然了 他这个是一家之园 其实在现实当中 我们发现了 那千奇百怪的梦 多了事 当然 除了前面我们提到这些梦境 大家最感兴趣的 应该说是那种能够 预测未来那种梦 有的这种梦非常神秘 那么说梦能不能够预测未来 它是不是打开通往神秘世界的钥匙呢 梦到发大水是什么意思 梦到爬山又意味着什么 梦千奇百怪 梦变幻墨色 梦到追赶 梦到飞翔 梦梦和噩梦 跟现实生活有没有关系 梦是不是通向神秘未知世界的桥梁 敬请收看城市系列节目 梦的解析 好 感谢您收看 由老梁主持的城市节目 明晚19点53分 我们接着聊神秘的梦境 明晚19点5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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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